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那么前两天我们报告 关于西方这些科学界和学术界 对于英国轮回的科学证明 我们有谈及有五个方面的专题 那么我们昨天谈到第三个科学领域 就是用催眠的方法帮助人回忆前世的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昨天用著名的精神心理医生 轮回学的专家布莱恩·威斯博士 他的一项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 我们昨天提到 他的第一部关于轮回学的作品 是前世今生 那么在这本书里 记述了他对一个心理病人的 用催眠方法所治疗的前后经过 那么这个心理病人 他的名字叫做凯瑟琳 那么我们看到 当每次催眠治疗当中 他在催眠状态下 看到自己的前世 引起他这一生心理病症的原因 那么在医生的引导和安慰下 就能够把他很好的消除 那么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 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来 这个人 这个身体也好 精神也好 都是受心来支配的 这个心是我们身体的主宰 也是万物的主宰 我们昨天用江本胜博士的 水实验的科研成果 来给大家加以说明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 威斯医生对于这位女病人 凯瑟琳催眠治疗的经过 我们昨天有提到 当这个女病人在催眠中 看到自己某一世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那么后来在一个战场上 被这一生的男朋友 那个前世是他的敌人 被这个敌人用刀杀害了 那么当他被杀死以后 他就看到自己的这个魂 离开了这个身体 那么然后呢 又很快的呢 就进入了母亲的体内 就是投胎了 他自己描述呢 他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温暖 狭小的空间 那么很快之后 他就出事了 那么在那一世呢 他觉得他出事以后啊 就被人呢 抱在怀里 抱他的那个人呢 是一个接生的护士 然后呢 他看见呢 还有自己的母亲 正在旁边的床上坐着 那么他就看到自己的母亲呢 披着长长的头发 穿着睡衣 结果他一认出来 原来那一世的母亲啊 也就是他这一生的母亲 正说明啊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因缘关系啊 真的是非常的紧密 我们的父母啊 往往可能都是多生多世的父母 所以他们对我们照顾啊 也是啊 并不止这一生一世 那么接着 在另外一个疗程里面呢 这个 在威斯医生的催眠之下啊 这位女病人呢 又进入了另一个 生 这个 另一世的 这个 生命的情况 那么他回忆起呢 自己啊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在德国法西斯的军队里面呢 做一名男子的飞行员 这一回他是一个男子 那么这位男子飞行员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Eric 埃利克 那么当时呢 他说 这个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呢 正占领着法国的领土 那么当时呢 他们的军队啊 驻守在一个叫做 阿尔萨提安的城市 那么这个男子飞行员呢 他看到自己呢 有个美满的家庭 太太 这个非常好 另外呢 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那么他看到啊 那一生的女儿啊 就是他这一生的 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这个很好的朋友呢 叫朱迪 跟他呀 关系啊 非常的密切 非常的融洽 这也是啊 前生呢 有接下这种深深的姻缘 这个所以我们了解到 我们周遭的人嘛 这个不管是 这个关系如何 都是啊 有前世的这个缘分 如果没有前世的缘分啊 绝对这一生是 在一起啊 不可能的 所谓啊 就是对面相逢啊 可能都不会相识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呢 他看到他的太太啊 这个太太虽然很好 但是呢 在这一生 他已经找不到 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呢 人的这个缘分啊 都是有一定的 这样一个因缘 假如说 这个缘分尽了 他过去 即使是恩爱的夫妻呀 这一生呢 他也没有办法遇到 那么于是在医生的这个引导下呢 他就 在这个催眠当中啊 这女病人呢 就来到了他 那一生 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然后让他呢 看看 这个到底周围是什么样的情景 然后呢 这个女病人就开始描述 他说啊 那天呢 我们这些德国的这些军队啊 这些军人啊 正在搞一个联欢会 在庆祝啊 那么结果呢 突然之间呢 这个联欢会啊 开了一半 这个英美联军的飞机啊 就出现了上空 然后呢 就开始轰炸 对他们这个军事基地啊 开始轰炸 所以呢 一下子呢 就把他整个的这个联欢会啊 变成了一片火海 他就看到啊 这个火啊 到处都是 整个房子啊 还有很多人呢 都被烧死了 那么他自己呢 也被火烧到了 他说他自己啊 这个胸口 还有这个腿部 都受了重伤 他看着自己流了很多的血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女病人呢 他也这个表情 也是非常的痛苦 真正感受到啊 当时那个场面的 那样一种痛苦的情形 那么经过医生的引导呢 很快的呢 他就恢复了正常 这个紧张的情绪啊 就平缓下来了 那么紧接着呢 他就开始说了 说我的这个灵魂啊 又飘了起来 完了之后呢 飘到呢 这个半空中啊 他说正在等一些神灵 那在这里呢 要插一句 这个威斯医生呢 发现呢 当这个女病人呢 他每一次催眠 总是呢 在医生结束以后 到下一生呢 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经常会出现了一些神灵 那么在这段空档 这个时间里头啊 那个这些神灵呢 就会对这个病人呢 来说话 那么而且啊 他还能够借着病人的口 来对医生讲话 那么所讲的话呀 已经完全不是这个女病人 自己的生命 他是一种啊 很庄严的啊 很铿锵有力的 这种男子的生命 这种有点像我们俗称的 就是像神灵附体 啊 就借着他这个 这个女病人的口来讲话 那么所讲的话呢 都是非常的富有哲理性 有高度的智慧 这种这种讲话呢 一听啊 就不是人讲的话 因为他呢 决定啊 这个智慧是比人的高 那么威斯医生啊 在旁边呢 一开始听到这个话 觉得很震惊 因为这个话呀 一显然就是神灵 对医生讲的话 然后呢 这个医生呢 就用录音啊 把它录下来 那么这种这个神灵啊 在宇宙当中 它存在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生命呢 我们现在科学啊 还没有探索出来 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呢 这种神灵的生命层次啊 是比人要高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威斯医生 他这本书里头 所摘录的 这个神灵的 这种开示啊 把它摘下来 给大家看看 我们一起啊 要来学习一下 这种神灵的智慧 好了 那么当这个女病人啊 她就在这种 催眠状态中呢 这个神灵啊 透着她的口啊 开始讲话了 神灵说啊 第一段啊 说生命啊 是无止境的 人绝不会死 实际也没有出生 只是在不同的肉体和空间中度过 永无休止 你看这个 这道话就相当富有哲理性 他说人啊 根本就没有生 也没有死 没有生死 那我们一般凡人 所看到 为什么人会有生死呢 实际上所看到的 是我们肉体的生死而已 这个肉体呢 啊 就像一件衣服嘛 他穿的旧了 穿的老了 他就不能再穿了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脱下来 那么我们肉眼当中看到的 这个身体已经死了 那实际上啊 这个灵魂呢 他是不生也不死 他只是呢 在不同的肉体和空间当中啊 度过 永无休止的 去轮回 所以这句话呢 确实跟很多东方古老的哲学 讲的有异曲同共之妙 好 下一段的神灵的这个开始啊 他说人之所以要到世间 以肉体的形式存在 是为了做事或还债 那么神灵他告诉我们呢 说人之所以到这个世间来 是有两个原因的 一件事情呢 就是来还债来的 就是前生啊 欠了人家的命债 或者是前债 或者是人情债 那么这一生呢 就得来还 那么除了还债以外 还有一种人呢 他是来做事 那么来做什么事呢 当然呢 有好事有坏事 真正是大善人大好人呢 他来这个世间呢 他有一种使命 就是来帮助啊 这些苦难的众生 让他们呢 真正啊 能够离苦得乐 那么这些 这些人来到这个世间呢 做的这个事业啊 是很有意义 很伟大的事业 记得这个中国 我们国父啊 孙中山先生 曾经讲过 我们年轻人啊 要立志呢 做大事 不要立志 做大官 所以 结合这个神灵的开始啊 我们也要 好好的想想自己 这一生当中 来这个世间 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 要还债 对 要还债 过去欠的这一生还 天经第一 但是啊 更重要的 来到这个世间 要做事 能够让 这些苦难的 大众啊 可以真正啊 获得幸福 获得快乐 使天下太平 使人民和乐 这种事情啊 才是 我们年轻人 应该立志要做 所谓 效仿啊 古来的圣贤 我们现在读书也好 做事也好 都要 自在 圣贤 这样的人生啊 就不会虚度了 这也是神灵啊 告诫我们 人类啊 来到这个世间啊 要有这样的一种啊 思维 好 下来 我们再看神灵的 另一段开始 说你一生的 生命遭遇啊 完全是你自己 造就的 这个 所说的啊 就正如 古人所讲的 欲知 前世因 今生 受则是 欲知 来世果 今生 作则是 你要想知道 你下一生 什么遭遇呢 不用问人家 啊 就是 看看这一生 你自己造作的是什么 造善的 自然啊 你就会得到 善的报应 如果你是做恶事的 将来啊 也会得到恶的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 因果的报应啊 确实丝毫不少 所以这个神灵 他可能从 比人类更高的层次啊 来观察我们这个宇宙 这个人生 给我们做这项 这样的提醒 好 那么下来呢 这个神灵的开示啊 很多啊 每一次的这个催眠当中啊 威斯医生呢 都把它摘录下来 那么有一段呢 我们觉得特别的精彩 这是神灵啊 跟威斯医生的一个互动 一个对话 所以呢 这个神灵透过这个医生 这个病人的口啊 他就说 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平等的 相同的 结果当这些神灵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坐在旁边 还在催眠的威斯医生啊 就听不懂了 然后呢 就问了他一句 他说 为什么你说 我们每个人 都是平等的 相同的呢 不是明明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你看这个面貌 也不同 身材也不同 健康状况啊 到我们的这个 人的 这个家庭情况啊 人的收入水平啊 才能啊 智慧啊 都不一样啊 怎么能够说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相同的呢 结果威斯医生啊 对这个女病人 这么一问 这个女病人呢 他这个 又用这种声音啊 这个神灵声音 又开始讲了 那神灵 他用了一个比喻 来给这个威斯医生 来解释 他说 钻石啊 都是七彩放光的 但是由于 钻石上有灰尘 光啊 就不显了 我们表面的不平等啊 正如钻石上的灰尘 厚薄不一样 而我们的本心 就像钻石啊 都能够放光一样 是平等相同的 这都是威斯医生 原话的录音啊 你看这个这一段里面啊 真的富有高度的智慧 这个神灵所给我们揭示的 是直接揭示我们的本心 他说啊 我们的本心啊 各个都相同 就好像一颗塔钻石 啊 那么每个钻石都是这样子 可以七彩放光 但是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每一个人啊 这个这个大钻石 放的光都不一样 有的人放到七彩的 这个很光的 这种啊 闪亮的这个光芒 有的这个钻石啊 他都已经没什么光 原来这些神灵所啊 这个原因是在于啊 在这个钻石上啊 有这个灰尘 灰尘比较厚的呢 它的光就比较小 射不出来了 当你的这个灰尘呢 比较薄的时候 啊 这个钻石啊 它的光就比较明显 那么换句话说 假如我们把这些钻石上的灰尘呢 在表面上的灰尘呢 通通给它擦掉以后 那么每一个人的这个钻石啊 都是这样啊 放出啊 这个七彩的光芒 这正如儒家 这个小学课本里啊 三字经里面 第一句话就提到 人之初啊 信本善 这个人啊 这个本性啊 就是善的 这种善啊 还不是善恶的善 因为善恶的善呢 是相对的 它这个本性之善啊 是绝对的善 正如这个钻石啊 每一个钻石都是相同的 平等的 这只是平等的善 人人都有的 本来就有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的人善 有的人恶呢 啊 那个是相对的善恶 那就是因为啊 人啊 就像钻石的这个 这个表面灰尘 有厚薄不一样 比较厚的呢 我们就说它比较恶 啊 那个灰尘比较薄的呢 就比较善 但是所说的这个善恶啊 都是在相对意义上 说的善恶 它不是本性的善 这个本性本善啊 它是绝对相同平等 那所以这些灰尘到底是什么呢 三字经上讲得好啊 这个第一句话 人之初性本善 第二句呢 性相近 习相远 本性都是善的 性相近 换句话说 都是相同平等的 没什么两样 但是呢 习相远 这个习呢 就是指习气 习性 那么人的习性啊 有多有少 正如呢 这个钻石表面上的灰尘呢 有厚有薄一样 啊 那个坏的习气 不良的习气 比较多的 就像钻石啊 灰尘比较厚 所以呢 就遮盖了他的本性的光芒 就是这么道理 这个跟佛家里所讲的也是一样 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菩提树下 这个打坐四十九天 结果呢 赌明星悟道 他悟道 就是成佛了 成佛之后 第一句话 他就讲 说奇哉 奇哉呀 这个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等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 他成佛以后 他第一句话说 哎呀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连说了两个奇哉 他奇妙什么呢 原来啊 所有的众生 包括在座的你我他 每个人 原来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的智慧 就跟佛一样 佛这是 智慧是至高无上 就是跟佛的智慧一样 而且跟佛的德相一样 这个我们说道德水准 跟佛相同 而且呢 这个相貌啊 这种庄严的相貌 也跟佛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一样 那怎么会看起来都不一样呢 原来下面他讲的好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就是因为啊 人有妄想 有执着 这些就是在儒家里讲的习性 性相远了 就把我们呢 从这个本来具有的如来智慧得相啊 拉远了 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就不是佛了 因此啊 这个 恢复本性 本善也好 佛家里一讲 成佛也好 不外乎啊 就是把这个表面的灰尘 给它去除掉 把什么灰尘呢 这些习性 这些妄想执着 把它去除掉呢 那就是恢复了本性 本善 那就恢复了如来的智慧得相 所以这个呀 事情啊 确实 神灵的开始啊 给我们的启发很多 怪不得你看孟子都讲 人人皆可以成为咬顺 咬和顺啊 那是古来的圣贤 如果说哎呀 我不行啊 我这个脾气啊 很重啊 毛病很多 我成不了姚顺 我成不了佛 那你说这话 不就等于给 跟这个孟子 跟释迦牟尼佛抬杠 孟子说行 你说不行 佛说你就是佛 然后你偏偏说 我不是佛 你这是跟释迦牟尼佛抬杠 所以真正啊 首先对自己要有信心 相信呢 自己本性本善啊 就是每个人都一样 这个大钻石啊 都能够七彩放光 所以这个 这些神灵啊 真的不晓得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 他所给我们揭示的啊 完全就是把宇宙人生的 这个核心 这个问题啊 给我们揭示出来 那么这个 到底啊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我们自己是佛 看不到我们自己是圣贤 古大德有一句话说得好 所谓啊 只因迷雾之有差 遂至限量之不易 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啊 情况啊 跟佛不一样 自己又不是佛 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限量 现前看到的就叫限量 那么这个限量啊 不同呢 是因为啊 有迷雾之不同 迷什么呢 迷的就是这个 就是迷了 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 不相信自己本来啊 就像个大钻石 七彩放光 迷的就是这个 那悟的是什么呢 悟的也是这个 悟的自己啊 原来本来就是佛 本来本性就是上 本来这个钻石啊 就是七彩放光 就在这迷雾 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你看威斯医生啊 他把这些神灵的讯息啊 通通呢 都发表出来了 那么而且呢 他不仅对于这个 凯瑟琳这个一个病人 催眠当中啊 看到这些神灵 听到这些神灵的开示 而且之后呢 好多次的 这个不同的病人 给他这个催眠当中啊 他也发现呢 有这种神灵啊 借着病人的口啊 来讲话 总之说讲的话 都是很富有哲理性 很给人启迪的 那么威斯医生呢 就后来呢 把这些神灵的讯息啊 都集中发表了一本书 叫做Messages from the Masters 来自于神灵大师的讯息 威斯医生把这些神灵啊 称为是Masters 大师 换句话说 威斯医生啊 也要拜他为老师 因为他们太有智慧了 那么这本书呢 在美国也很畅销 那么威斯医生啊 他原来是一个 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一位博士 这个经过了几十年的 这种科学的这个培训啊 他完全都不相信有轮回了 那么但是呢 经过这些种种的这个案例 他是亲自做的 这个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这个轮回的事实啊 活生生的就在面前 那么也使得这位科学工作者啊 最后也相信 人确实有轮回 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个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这个学术界啊 因为大家都 对于这个轮回这东西啊 都认为是迷信 所以呢 当威斯医生把他这 第一本著作啊 《前世今生》这本书写好之后 他不敢发表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威斯医生 已经在学术界啊 也都比较有名气了 有一定的地位 如果他把这个轮回的这些案例啊 把它发表出来呢 那一定会遭到学术界的反对 批评 你怎么搞科学的人还搞明信 所以他也是经过了好长的思想斗争 那么根据他的秩序啊 这本书的序文里头啊 他自己说 他说他足足啊 花了四年的时间 来做这个思想斗争 最后啊 还是毅然决定 把这本书啊 发表出来 他说我们要对科学负责 对真理啊 负责 所以呢 他就把这本书呢 发表出来了 那么当他把书发表出来以后啊 就一下子呢 引起了轰动的效应 就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接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 其中呢 也包括很多这些学术界的 自己的同行们 那些什么心理医生啊 这些 这些学术界的 这些学者教授啊 都给他来信 结果威斯医生打开信一看呢 这些来信呢 不是在批评他 没有骂他 迷信的 反而啊 都都都祝贺他 他们这些人告诉威斯医生 说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研究工作里面 在这些催眠当中啊 他发现了 也是很多病人啊 能够回忆前生 但是呢 他们这些案例啊 都堆在那里 不敢发表出来 就是怕被人家骂 所以当这个威斯医生带了个头啊 他们都很高兴 结果这一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这本书啊 一发表出来呢 当时啊 这个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连续两年呢 排上了这个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后来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啊 十几个国家的文字 在世界啊 都很风行 那么我当时跟威斯医生有啊 这个电话联络过 他就告诉我 他现在忙得很 忙着干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啊 这个每个地方啊 世界各个地方啊 都请他去做报告 介绍他这些轮回的这个科研成果 他的这个时间表啊 已经拍了两年多了 都已经满满了 所以啊 产生了轰动的效应 那么由于他们这些 人这个科学的先驱啊 这个带领 那所以呢 后来啊 这个在美国的西方 这些心理医学界啊 对于这个轮回的研究 用催眠的方法来研究轮回啊 一下子呢 一下子呢 就热了起来 很多的心理医生啊 都发表啊 他们的 他们的这些科研成果 那下来呢 给大家报告一个 另外一位心理医生的一个科研成果 这是一位啊 美国的精神医生叫艾文莫德斯博士 他所研究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这个主人公呢 叫做李亚伦 他是美国马利兰州的生活的一个人 那么当这个人呢 在医生的催眠当中啊 他看到了自己啊 总共16世的这个轮回转世 而且他比较奇特的是呢 每一生每一世的轮回啊 他都竟然能够啊 不仅能够描述那一生的状况 而且还能够讲那一生的语言 甚至还能够在纸上啊 写下那一生的文字 这在催眠当中才能做到 当他一醒来呢 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忘了 那么这个李亚伦呢 他是这个那一年38岁 做催眠的时候 他是这个一个 只读过十年 十年级的这个书的人 所以呢 文化程度不高 那么当他做催眠的时候 他就回忆起自己啊 有一世 在这个古埃及时代 做过一个法老王 他讲啊 他在那一生呢 是公元前341至344年当中 这四年的时间呢 在埃及呢 做过一个法老王 那就是皇帝 那么这个法老王呢 在这个历史上啊 是没有什么名气的 因为他只做过四年 所以没什么知道 但是这个李亚伦呢 他竟然很详细地描述自己啊 在这个四年当中统治的这种 这种情形 说着说着呢 这个表情啊 这个 这种脸色啊 都表现得很尊严 很傲慢的样子 就像一个皇帝一样 然后呢 他的这个口里啊 就开始讲这些古埃及的语言 这都是录音录下来 然后呢 他还这个在纸上啊 写下这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啊 那么之后呢 这个这个莫德斯医生啊 他就拿着这些埃及的文字啊 拿着这些古埃及的这个语言的录音啊 就跟马利兰州大学的啊 这个专门研究古埃及的这些学者们 来来来研讨啊 来核实 这个后来证实啊 这些文字确确实实是古埃及的这种象形文字 啊 那么现在已经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写这种古埃及文字 啊 而且呢 他们在历史啊 最后考究这个历史啊 真的能找出啊 这位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啊 确实是在公元前341年到344年 这当中啊 统治过埃及 啊 他这个名字呢 这个法老王的名字都都讲出来了 啊 他叫做 卡利克拉特斯 啊 这历史上真有其人 啊 所以你看这个李亚伦啊 他只读了十年级的书 啊 我们说现在说是初中毕业啊 啊 一个学生 啊 他从哪里学的这些古埃及文字呢 啊 他怎么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古古埃及的法老王 啊 他想要杜撰都杜撰不出来 所以他讲的这个催眠当中所说的完全是符合历史 啊 那么而且呢 他这个啊 在催眠当中啊 又讲了他另外一事 啊 说他是在这个美国南北战争当中 啊 这是几百年前了 啊 这个在南军 南方的这个军队里啊 做了一个士兵 这个士兵的名字呢 叫布鲁斯特 啊 他是一一八四七年 啊 这个生于乔治亚州 啊 一八六三年呢 就暂死在这个沙场上 啊 死的时候呢 只有十六岁 这么一个士兵 啊 那么历史上真的是 这个教科书里根本不可能找到他的名字 啊 但是呢 后来这个这些医生啊 这些学者啊 就去找 真的找到美国南北战争 这个死伤的士兵的名册里 终于就查到 果然有这么一个人 有这么个士兵叫做布鲁斯特 啊 所以又再次证实他所说的是符合历史 那么另外呢 这位啊 李尔伦呢 他还曾经啊 做过呢 美国土著印第安人 啊 名字叫西格亚 等等啊 他总共有十六式的转世 啊 那么有一式啊 就更加奇特了 他说他 在回 这个睡眠当中啊 讲自己呢 在很久远之前 在海王星上 做过一个生命 我们都晓得太阳系啊 九大行星 地球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海王星 啊 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做一个生命 啊 我们现在说 他是做了外太空人 那么这个生命啊 他说呢 他是一个灵体的生命 是一种能量的形式存在 它没有肉体 那么后来呢 他就从海王星啊 飞到了地球上来 那么当时呢 他说地球上 还没有人类的存在 啊 就是人类还没有产生 在地球上 你想想 那个年代 太太久远了 啊 然后呢 他说呢 来了地球以后 他就寄居在一个 一个 这个 啊 肉体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种动物的 一种肉体 就在这里面呢 生活 那么后来呢 地球啊 就发生了一次 大的核爆炸 啊 结果他就在 这次核爆炸当中啊 死了 那么当他讲了 这些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他还说出他自己啊 做外太空人的名字 啊 叫做诺兰 而且呢 能够啊 这个用很高的 很怪的一种音调啊 啊 来讲 这个海王星的语言 啊 鸡的咕噜的一大堆 啊 甚至呢 他还能够啊 拿笔啊 写下一大篇的海王星的文字 看起来呢 啊 都是像一种 我们现在看的 数据符号那种文字 那么当然呢 这种 这种案例啊 是无从考察 无从核实 当时还没有人类的历史 这个 但是我们相信 他是讲的对 从他前面几个案例 啊 符合历史 我们就晓得 他在这一 其中这一世啊 在这个 做个外太空人 这段历史 也是可以值得相信 证明是什么呢 人在轮回当中啊 他这种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决定不是只有地球而已 很多人说 哎呀 那各个都要轮回到地球来 那地球不是人口大爆炸了 怎么能装得下呢 啊 那不尽然 啊 整个太空 啊 整个宇宙啊 都是我们轮回当中的生活的这个环境 啊 嗯 那么 那么像这些啊 催眠的方法 帮助人记忆前身啊 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啊 啊 都很流行 啊 那么做催眠的人呢 他并不一定是那些心理病人啊 他们就是可能只是好奇啊 就想了解一下自己前身啊 他们就去做催眠啊 他并不是有什么精神忧郁症啊 甚至呢 有一些很著名的人啊 什么大影星啊啊 这些人呢 他们都去做催眠啊 那么这一位可能不用介绍了 哈哈 这是著名的美国好莱坞影星啊 史泰隆先生啊 那么他就曾经做过催眠啊 那么史泰隆先生 我们都晓得啊 他这个所影的这些影片啊 大部分都是暴力片啊 那么这些暴力片呢 他的片酬还还非常高啊 就创造了好莱坞好莱坞片酬历史最高峰了啊 那么我们晓得他第一部成名的作品 是演一个拳王的啊 后来也演什么第一滴血啊 骆齐啊 那都是相当叫做的片子 那么他这个成名作啊 这个这幅相片呢 就是他演全尸时候的剧照 那么结果他后来呢 做了一次催眠 就记起他自己武士的轮回 那么其中最近的一世啊 他说呢 他是做过一个拳师 他在那一世啊 打拳也打得很著名的 结果最后呢 在一次拳王争霸战当中 就不幸啊 被这个对方啊 一拳呢 就击中要害 结果呢一命呜呼了 那么他死的那年呢 是1935年 1935年 正好是他这一世出生12年前 那我们晓得他 假如看过他这第一部成名作的人 那就会为他那个 那种啊 这个入神的演技啊 而喝彩了 他为什么演拳王演的这么真实呢 原来他前生已经很有经验了 他就是干这行 所以他演暴力片的演得很厉害 前生都很多暴力的事件 那么他还记起自己前生啊 这个在18世纪的法国 做过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当时啊 因为呢 反叛法国当局的政治制度 结果被当局抓了起来 然后呢 拉了去斩首 所以这位著名的影星啊 真的前世啊 都充满了这种悲惨的遭遇 所以人的活着啊 也真的是 真是辛苦啊 哪怕是这么有福分的 这个 这个家财万贯的著名影星啊 原来前世都是血淋淋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 好 上面呢 我们都谈到了 这些西方科学界啊 医学界啊 对于轮回转世啊 很多的案例 从里面看到呢 这都是人 转世变成人的例子 那有没有 动物转世为人呢 或者人转世为动物的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的 在美国 有一位人类学家 叫做马里奥博士 他呢 就通过催眠了 而发现了 好几个 这个病例啊 前身啊 原来是动物转世而来 比如说 有这么一位男子 30岁的男子 那么 这个男子啊 他 有一个毛病 一个心理毛病 就是总觉得呢 很孤独 很寂寞 很空虚 然后呢 他为了解凡呢 就整天去找一些朋友 完了之后呢 跟着朋友啊 大吃大喝 那么最后啊 导致了体重过重 有这么一种毛病 心里啊 他也很烦恼 自己啊 都不能控制自己 所以呢 他就找这个 马里奥博士啊 给他用催眠来治疗 结果他催眠以后啊 他就发现呢 原来前身啊 自己是一条海豚 那么这条海豚啊 是跟一群海豚 一起生活的 在大海里 那么这只海豚 是在那群海豚里面啊 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海豚 那么结果有一天呢 这群海豚呢 正在海里面找食 那么这只最聪明的海豚呢 警觉性很高 他就突然发现呢 在远处 远方啊 有一群杀人精 这个杀人精是海豚天然的敌人 正在向这群海豚呢 靠拢 那这个最聪明的海豚呢 看了这个情况啊 知道危险要来了 赶紧啊 跟他的同伴们啊 发出讯号 让大家赶快逃命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发出讯号了 肯定不是用手机 但是他发出讯号以后呢 这群同伴呢 真的是很愚痴 光顾的找食 结果没有理会这个同伴的警告 那么结果呢 这个最聪明的海豚呢 迫于无奈 只好呢 自己呀 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一只 就走了 那么结果后来呢 这一群海豚呢 很不幸呢 真的被这群杀人精啊 给吃掉 那么剩下这一只 最聪明的海豚呢 在这个深海里 很孤独的 很寂寞的 度过余生 那么大概是这只海豚 当时啊 这个发了一个善心呢 他想救他自己的同伴 他这个 虽然是发出讯号 同伴们不听 他总是 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念头 想说要帮助他们 这个救度他们 如果是 这些海豚听了他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善的力量 就更大了 总是他是有一个善心了 所以他这一生呢 竟然从海豚呢 脱离出来 变成人了 可是成了人以后啊 这个还没有改 这些海豚的毛病 这些习气 他整天都感到很孤独 很空虚 很寂寞 没有人跟他玩 结果呢 就整天去找朋友 大吃大喝 这个搞到体重增加 过重 好 那么下来一个例子呢 也是毛里奥博士的 这是讲一个美国的女医生 那美国的女医生 你知道美国的医生啊 这个职业是很不容易的 他一定要博士 医学博士毕业才能去做 收入也非常丰厚 可是这位美国女医生啊 他呢 总是入不敷出 挣了很多钱 但是呢 他总是那钱呢 不够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个钱啊 通通都用到马匹身上 他呢 这个很爱马 这个养马 为马呢 买很多各种各样 很好 很好看的那些装饰品 爱马呀 真的是 甚至比爱自己还要爱 那么所以 所有的钱都拿去供养这个马了 自己都不够用 他为此也很烦恼 怎么都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后来呢 他就想去做催眠 看看到底的怎么回事 那么结果呢 在催眠状态中 他看到啊 自己原来钱身就是一匹马 而且呢 是一匹赛马 他是在美国 二十年代 在南方啊 美国南部 各个州啊 出赛的一匹赛马 这匹赛马的名字呢 叫真纳蒂 历史上真有 当时还比较有名气的一匹赛马 他是这么一个来历 他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一生啊 爱马如命 那么像马里奥博士 他的好几位 这个 这个 这些案例啊 都是呢 从动物转世而来的 比如说呢 这因为这里时间关系啊 不要太多说了 有些人呢 全身寄血啊 自己做过大灰熊的 曾经做过蟒蛇的 这个曾经做过响尾蛇的 还有人做过黑豹的 都有这些案例 总之啊 这个 说明动物啊 他 这些 不要看不起他们 将来啊 脱胎换骨啊 他就做了人了 换句话说啊 如果那些 动物啊 你要杀害他们 吃他们的时候 那将来 他怎么会 怎么会 饶过你呢 啊 所以啊 你吃他半斤啊 将来就得还他八两 现在你看 这个 很多人啊 他不懂得 爱惜动物 不懂得 尊重生命 将来都会有报应 因为啊 当我们杀害动物的时候 给动物 身上留下 这样的一种 剧痛啊 给他身心 留下了创伤 会在他的 灵魂深处啊 留下 深深的 这个烙印 那种仇恨的 种子啊 埋藏在 他的心灵深处 等他某一天 变成人的时候啊 那他们 不会放过我们 你看现在很多 这个 这些屠宰场 啊 如果看看里面 屠宰场 怎么样屠宰森林的 真的看着我们啊 这个汉毛植树 啊 那些鸡啊 什么的 活生生的 就把它了 放到那个 这个大转盘里啊 进行脱毛 啊 然后呢 整个鸡啊 就在像个洗衣机里 把那个衣服啊 卷干了 那个样子 活生生的 扔进去呢 就把那毛 就卷出来了 啊 然后呢 就进入一些 那些机器里头啊 自动的来切割 啊 放血切割 还有些人残忍的呢 他 你看他 我是这样听说了 没见过 抓到一些猴子 一些珍贵的动物啊 那猴子呢 把它放在一个笼子里 把它的头呢 这个露出来外面 啊 这个猴子活生生的 然后呢 就拿刀 拿锯啊 把它的头盖啊 把它取开来 然后放上一些盐啊 一些醋啊 把调料这么吃 让人啊 真的是心惊胆战 那只猴子 还在那里哀鸣的时候 你想想 他那个时候 那种疼痛 给他的那个灵魂深处 带来什么样一种印象 将来 如果他真的是 有朝一日 变成人的时候 遇到了你 能放过你吗 所以啊 真的 哪怕是一个蚂蚁 一个小虫啊 那都是一种生命 都应该去尊重他们 这个人啊 本性啊 就是一种善良 所以孟子都讲过 我们要把这种善良的本心啊 本性啊 能够保存下来 这就是圣人了 孟子讲啊 君子远刨厨 这个正人君子啊 他都不忍心去到了厨房里去看 看了那些屠宰的那种场面 为什么呢 孟子说 这是因为啊 这是因为啊 全无侧隐之心 这个侧隐之心 就是不忍之心 看了那动物啊 那种生命啊 受苦的时候 不忍心 他也是血肉之心 他也是血肉之虚 我也是血肉之虚 我是父母所生 他也是父母所生 我有这些兄弟 这个朋友啊 他也有兄弟朋友 为什么我偏偏用刀去宰杀他 所以真正明白啊 我要是干了这个事情的话 将来啊 都会有报应 我们昨天有谈说啊 辱父我命 我还辱债 以示因缘 经百千节 常债生死 就在这样子讨债还债啊 欠命还命 这样的一种 这个轮回过程中啊 永远不能处理 痛苦万分 这里呢 给大家插一个 一段历史的故事 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明朝 方孝儒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 方孝儒是明朝 初年 一位大儒 他的这个大宗大孝 大仁大义的这个 这种 这个这个事例啊 一直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当时 这个明太祖 朱元璋啊 非常看重这位 有学问 有道德的方孝儒 所以呢 就启用他 那么后来 方孝儒呢 也辅佐 这个明太祖的皇孙 这个 明慧帝 来辅佐 朝政 那么这个方孝儒啊 他的父亲啊 这个 在方孝儒 还没有出生之前呢 他父亲呢 有一生 有一次啊 就去这个 建一个祖坟 给祖先立一个坟 结果呢 去挖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晚上啊 就做了一个梦 就梦到一个 穿红衣服的老人 来跟这个方孝儒的父亲说 就哀求他 说 我有八百的这个子孙啊 就在你要去挖的那个坟地下面 那我知道你是要找一个风水宝地 给祖坟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呢 你要给我三天的时间 让我们全家呀 都搬走 你三天以后啊 再来挖这个祖坟 给我们三天 结果这个梦啊 醒了以后呢 方孝儒的父亲呢 觉得这个梦啊 好像是真是假 怎么他自己觉得 梦怎么会能当真呢 他就不要管他了 反正我已经选定了良辰吉日 就在明天 我们一样要是开工 结果呢 明天呢 就去挖 那么挖到这个下面呢 一个大石底下呀 结果发现呢 下面很多的红蛇 红色的蛇 结果呢 当这个方孝儒的父亲呢 他看到这么多红蛇啊 他竟然呢 说这样吧 我们把火啊 都烧 把这些红蛇都烧死 结果呢 就用火把这条蛇 这些蛇都烧死 很多很多的蛇都烧死 那么结果祖坟就见了 那么结果呢 就在当天晚上 他的父亲啊 又梦到这个红蛇老人 很生气的 来到他梦里面 跟他讲 他说 我昨天已经给你抱了梦啊 让你 希望你三天之后再开工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 这个哀求 今天竟然还要把我的八百多的子孙 啊 统统给烧死 啊 你你现在灭我的 这个竹啊 我将来也要灭你的竹 这个这个老人呢 就在他梦里面 发了这个毒死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呢 就过去了 结果呢 方孝儒就出生了 那么出生以后啊 他很快呢 就成为一个很有学识 很有道德的一位大儒 啊 那么很快呢 就受到朝廷这个气重了 那么当他在辅佐 这个明慧帝的时候 当时北方啊 有个燕王 是朱元璋的侄子 他呢 起兵作乱 结果带兵啊 从北方呢 打下来 就把这个明慧帝啊 给杀了 然后呢 就篡位啊 要重新自己立成皇帝 因为他也是姓朱嘛 都是朱元璋的这个亲戚嘛 所以他自己立自己为帝 还是明朝 那么结果呢 把这些文武百官呢 原来文武百官呢 都捉起来 那么大部分人都投降 都觉得 哎呀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 这是明朝 他这是自己兄弟之间的 这个争权而已嘛 结果呢 都投归到 这个燕王 结果就是方孝儒啊 他就是临死都不从 那么当时呢 因为这个明慧帝啊 他知道燕王要打下来 这时候啊 他就下令方孝儒呢 写了一个诏书 啊 诏告天下 要起兵啊 去平定燕王的叛乱 但是结果被燕王呢 取代了这个经事以后啊 那么燕王呢 他知道方孝儒是这个 世上啊 最景仰的大儒 就让方孝儒啊 重新写一个诏书 啊 说 昭告天下 立燕王为帝 结果方孝儒死都不肯 啊 结果在大堂上面啊 竟然呢 写下四个字 在他那个诏书上啊 写上 燕王篡位 啊 说他这是篡位 啊 结果呢 这个燕王非常的气愤 啊 他说你敢这样做 难道不怕我灭你 九族吗 结果方孝儒就破口大骂 说 你这不仁不义的人 啊 我哪怕灭十族 我也不会屈服于你 结果呢 燕王就非常生气 好 那你说灭十族 我就灭你十族 啊 那因为中国都只有九族啊 那十族是什么呢 就把方孝儒的老师 还有这些门生啊 通通都抓起来 去斩首 啊 结果呢 满门操战了 总共杀了八百多人 啊 连方孝儒自己本身呢 也都是腰斩 啊 那结果后来呢 这个 你们才知道啊 这个 当时啊 这个 方孝儒的父亲 为了得了这么一块 风水宝地啊 太心急了 啊 还要竟然把人家 那个红衣老人 他是个蛇王啊 啊 他这一八百多条的蛇 也是满门的 这个啊 这个灭人家族啊 八百多条蛇都给烧死了 结果呢 这个这个蛇王啊 红衣老人啊 啊 他发了这么个毒誓 也要灭方家的 这个 八百这个族人 结果呢 他的这个誓言啊 最后在方孝儒身上 啊 实现 啊 可想而知 方孝儒啊 就是这位红衣老人啊 投胎下来 啊 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来灭你的这个始祖啊 还你八百多的这个生命啊 所以这个渊渊相报啊 今天我们不慎伤害了他的时候 知道将来必定会有果报 特别是蛇啊 龟啊 这一类啊 啊 你看道家都特别提醒我们 不要杀龟打蛇 啊 这个龟蛇啊 都是特别有灵性的生命 啊 如果你要是杀了他 吃了他 那得罪他 得罪不小 啊 但是现在呢 这人呢 不懂这些因果 啊 他敢去造 你看那些什么 这个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啊 啊 什么蛇啊 龟啊 通通给你吃 啊 这个天上飞的啊 海里游的 路上走的 反正海路空全包了 啊 真的造业啊 造的很重 啊 那将来这个果报啊 真的是 啊 你看方家 他因为造了沙业 被灭了始祖 那我们这些地球 这些人的生灵啊 造了这些沙业啊 那会灭多少族啊 恐怕通通都给灭掉了 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 啊 嗯 好 那么下来呢 给大家再报告另外一个啊 也很有趣的案例了 这是 在瑞士 欧洲一个国家 有一个城市 叫贝恩市 里头呢 有一位啊 女大学的女教授 她叫做法兰西斯史贝克 那么这女教授呢 跟她的先生啊 非常的好 很恩爱 这个互相啊 感情也很好 难歌难舍 那么等她 到她女教授啊 49岁的时候呢 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掀她的儿手 那这女教授 我觉得很伤心啊 整天思念她的丈夫 结果呢 因为心里很烦闷 就是想姐姐闷呢 就买了一只鹦鹉 那么这只鹦鹉呢 它是用油垢的方式 把这个订单寄过去 然后呢 鹦鹉寄回来了 当她收到鹦鹉之后呢 从她这上面的资料看到呢 原来这只鹦鹉啊 出生那天呢 正是这个丈夫死的那天 那么这只鹦鹉啊 是一只很名贵的品种 因为呢 她这个说话啊 很快 很快的就能学会人类的说话 那么这个女教授啊 也都很喜欢她 那么就首先呢 给这只鹦鹉啊 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结果呢 这个鹦鹉啊 竟然拒绝接受 然后呢 鹦鹉自己在大叫 说 Amy Amy 我是Amy 原来Amy呢 就是她先生的名字 那么后来呢 当这个鹦鹉啊 开始学会很多的 这个人类的一些词汇的时候 他就能够自己组织一些语言啊 来讲 讲话 那么他就开始讲自己啊 原来就是她这个女教授的先生 那么他讲了以前的 这个跟这个女教授的婚姻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竟然都能够讲出来 连她这个 他们俩结婚的日子 纪念日五月五日 都能够讲出来 那么后来呢 这个女教授的大学里啊 有几位专门研究这个超自然现象的 这些专家 就来对这只鹦鹉啊 进行调查 结果呢 通过多次的测试啊 证明呢 这只鹦鹉啊 就是她的丈夫转世而来的 结果呢 这个女教授啊 也觉得还挺安慰的 总是还没有离开她的丈夫 完了 这个 这个 女教授呢 经常把过去啊 跟她丈夫一起照的这些生活照片 拿出来 跟这只鹦鹉啊 共同欣赏 来回忆啊 以前的美满生活 所以你看看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那个缘分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真是有缘千里啊 来相会 你看这个 这个女教授啊 她用很偶然的方式 用游购 就可以把她的丈夫从远方啊买回来 这个 我们想想看 到底是什么力量啊 把这两个人牵在一起呢 这个佛教里啊 有一有一部经叫做手楞严经啊 里头这句话啊 就讲得好 辱爱我心 我脸辱色 就是讲啊 你看这个女教授和她的丈夫 互相之间爱得不得了 这个 辱爱我心 我脸辱色 完了之后 两个就牵在一起了 恐怕呢 这一生呢 她虽然是上一生是夫妻吧 结果呢 下一生她丈夫变得她的宠物了 这个因缘啊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人 现在西方人 很多都喜欢养宠物 中国人现在也开始爱养宠物了 什么猫儿狗儿啊 那些啊 都爱得不得了的 抱在怀里都不放了 那些都不是什么姻缘了 好 那么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啊 这个美国的啊 也是轮回学的专家了 他叫做 吉姆森医生 这位医生呢 也是有了三十多年的 这个催眠 临床治疗的经验 他所发表的论文也很丰富 这个有一部代表作叫做 寻找前世轮回 探索轮回的秘密 和前世疗法的神奇功效等等 那么他的病人呢 病例有很多啊 这是他的一个例子啊 是一位叫做Nancy 莲西的一个女病人 她在催眠当中记起自己啊 前世呢 是二次大战当中转世而来的 那么这位莲西呢 她从这个小儿孩童的时代 她就有着一种啊 心理的障碍 她总觉得自己啊 这个活着啊 就难受 很内疚 觉得她自己啊 就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其实她家里呢 是很幸福很美满的 那么而且啊 这个生活道路啊 也都很很顺 没有什么坎坷 但是她就是不知道 哪来的这种想法 觉得活在世界上啊 就是一种羞耻 所以她整天呢 想着自杀 曾经已经有三次自杀 但是呢 都被抢救过来了 那她有这样的一种啊 所谓的精神忧郁症啊 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 现在社会上这种 小孩想自杀的 也都很严重 那么结果她就去做催眠呢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她就 催眠当中呢 看了自己好几世 结果终于找到了 她这个心理病态的原因了 其中就是有一事呢 她是生活在二次大战当中 在欧洲生活的一个少女 那么当时她才16岁 那么她呢 有一天呢 跟她的这个家里人呢 正在用晚餐 结果突然呢 这个德国法西斯的 这个纳粹军队啊 就闯入了他们的 这个地区啊 就抓人啊 完了之后呢 有些士兵呢 就来冲进了她的家里 然后呢 就把他们全家要拉走 当时呢 她的父亲呢 就非常愤怒啊 站起来 质问这些纳粹士兵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没想到 这个纳粹 有个纳粹士兵啊 当场啊 就用枪把她的父亲给 给打死了 那她的母亲啊 这个这个 马上啊 就晕悬过去了 那么这个 她的弟弟啊 就想逃跑 从这个这个屋里啊 跑到街面 结果呢 也被这个纳粹士兵啊 用枪给当场啊 给枪毙了 所以这个少女啊 看到自己家里人 本来是和和爱爱的一家 突然间就变成了 这样的家破人亡 啊 她自己啊 马上啊 这个就昏倒在地 那么等她 苏醒过来以后呢 她就发现了 自己呢 已经被装在一个 火车的车厢里头 她说这车 这都是在催眠能中 看到的情形啊 这个车厢里 很多的人啊 挤得要命啊 她的形容说 像沙丁鱼一样啊 一条条的 把她挤到这个车厢里头 然后呢 车到了站以后呢 又被运到一个卡车里 又卡车里又运走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被拉到集中营里面去 那么很多人呢 都被强制啊 剃了光头 穿上这些劳服啊 带着号码的 这些劳服 来去强迫劳动 那么其中呢 她和另外一个少女啊 长得比较漂亮 所以呢 就被纳粹的士兵啊 就抓起来 然后呢 让他们洗干净 完了之后呢 就被强暴 那结果呢 这个少女呢 她因为弹了一首 很好的钢琴 结果有一次呢 一位年轻的纳粹军官啊 就看上她了 甚至呢 还给她献花 表示呢 就要追求她 结果这个 这个女孩子啊 当时呢 竟然起了一些妄想 她说啊 哎呀 这个年轻的军官呢 对我还很不错啊 希望以后赶快 这个战争呢 结束以后啊 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 那么结果有一天 她这个纳粹军官呢 就带着她 就这个 到了一个集中营 就看到集中营里很多人啊 正在往一个方向走去 那么 这个少女觉得很好奇啊 就问这个军官呢 说 这些人现在要去哪里啊 那个军官呢 就黑黑一笑 对她说 他们这些人呢 就准备要进毒气室 就是要被杀死 毒气室 然后呢 就对她说 你说你得感谢我啊 要不是有我啊 你也得在这里头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少女啊 就看到在人群 正在毒气室走的 走去的这些人群里面啊 就有一位中年的妇女 她一回头 看着这个少女 当她四目相对 她俩四目相对的时候啊 这个少女啊 就觉得一阵晕选 原来那个人啊 就是她的母亲 所以呢 她就觉得 自己啊 马上升起一种啊 很深深的内疚 看着自己的父亲 当场被纳粹军队啊 给杀死了 又看到自己的母亲 正在向毒气室里走去 而自己呢 还要跟这个年轻的军官啊 一起啊 循环作乐 她就觉得自己啊 这一生啊 怎么做人 做到这个样子 产生一种啊 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结果呢 那天晚上呢 她就啊 自己割完自尽 那么 结果那一世完了以后呢 大概这种内疚的感觉啊 深深的印在 她这个灵魂的身处 虽然这个肉体啊 已经死了 但是啊 这个心啊 所带的这些信息啊 她是一生一世啊 不是一生一世就完了 生生世世都带着这种信息 所以她在这一生啊 也是一出世啊 当她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 她就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啊 是觉得深深的内疚 深深的自责 觉得就活在这个世上 是一种羞耻 所以呢 这个原因啊 就是贤世啊 所造的这种业 所以啊 真的是 古人有提醒我们啊 人生自古 谁无死啊 人都要死 关键呢 要活得堂堂正正 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 假如说 屈服于恶魔 纳粹是恶魔啊 杀人的筷子手 为了屈服于恶魔啊 而苟且偷生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 只会留下 这个 长久的 一种内疚 一种悔恨 所以古人讲啊 是灵为欲碎啊 不为瓦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 这个少女啊 你看她的这身 这身的心理病症 她也不是过去造了什么恶业 就是这个 这个理念啊 她没有 没有学过圣贤的教育 所以她总是呢 想要自杀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关于自杀的问题啊 也很多 这个自杀的原因啊 真是无奇不有 这个真的是 如果不同 不从三世的角度啊 去看啊 不再过去是找原因啊 这一生啊 我们真的想了想不通 这个人为什么会自杀 你比如说在日本啊 这个自杀的人数啊 从1999年开始呢 已经每年 每年超过三万人 而且现在中小学生 年轻人 少年人 这个人数的比例啊 也越来越多 所以日本自杀人数 是整个世界上 工业国家最高的 比如说在2005年3月1号啊 有这样一个报道 这个日本的警方啊 在一个县里头的 一个郊区的 一条干的河里头 河床里面呢 发现一部汽车 结果呢 汽车的门窗的紧闭着 发现里面呢 有三具尸体 两男一女 都是少年人 那么其中在那个 女孩子的尸体里头呢 发现了这个 她的一篇遗言 这三个人呢 都是自己啊 一氧化碳呢 在车里面呢 放一氧化碳 集体自杀 结果呢 这个女生啊 她在遗言中写道 她说 我现在要去死了 因为呢 我在网路的论坛上啊 找到了 我们一起寻死的同伴 原来她自杀的原因呢 就是 她在网路上呢 找到了 志同道伙的人 就在网路上找到 这个 要一起死的 结果就一起死了 这个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去死 她就觉得 可能死得好玩吧 无缘无故 这一生啊 不明不白 所以像现在 全世界的自杀人数啊 逐年攀升 这个 从1990年开始 已经超过140万人了 那么占死亡总人数的 1.6% 所以 你看 现代人啊 为什么她精神这么空虚 为什么她不懂得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她才会做出 这样的一种啊 轻生的行为 所以 总在呢 没有接受啊 圣行的教导 不懂如何去做人 不懂人生的意义啊 在哪里 好 那么 美国这位 吉姆森医生啊 Brian Jameson 博士 他 另外一个案例啊 也是很惊心动魄 这位女病人叫做巴巴拉 美国人 她在 年轻的时候 27岁那年 她就患了一种啊 鸟恐惧症 对鸟很恐惧 这个心理的 这个障碍啊 足足磨 磨了她20多年 怎么都治不好 原来她27岁那年呢 有一天呢 跟着她的一个朋友啊 在海滩上散步 这大海边上呢 都有很多海鸥嘛 那么她的朋友呢 就拿了一些爆米花 去喂那些海鸥 就拿到手里 结果呢 这个有一只海鸥啊 就冲下来 吃这个爆米花 结果她的翅膀啊 就轻轻地浮过了 这个女病人的脸 就在 她 这个鸟 浮过她的脸的时候 这个巴巴拉呀 她从内心深处啊 产生了极大的恐慌 那么从那 那个以后呢 她就对鸟啊 就非常非常害怕 害怕的程度呢 就是啊 她每逢出门之前呢 她总要打开窗 看看外面了 探个头出去 看看有没有鸟 如果有鸟 她绝对不敢开门 那么出门以后啊 总是打着一把伞 因为她怕鸟从空中啊 冲下来袭击她 莫名其妙 这种恐惧 这个 这个 这种害怕的心情啊 因为美国她的鸟也很多 所以出门就很多方便了 所以呢 她这个也是觉得很烦恼 结果呢 就找这个吉姆森医生啊 来治疗 结果呢 医生就给她做催眠 帮她观察 结果找到她 原来这个怕鸟的原因啊 是她一个前世 造了一次一个夜 那么 在她这个催眠当中 她就记起自己啊 在十九世纪末 她呢 是生活在美国 西南部的 一个白人男子 这个男人 那么这个白人男子啊 这个当时是二十七岁 正好是她发病啊 这一生啊 对鸟恐惧发病的那一年 二十七岁 那么 这个人呢 这个白人男子啊 他一天到晚呢 这个吃喝嫖赌啊 这个非常的啊 这个就是不守 这个社会的这些道德啊 这个无所事事啊 这么一种人 浪荡的一个青年 那么结果有一天呢 他喝醉了酒 竟然呢 这个强奸了一个印第安族的少女 美国土著的一个印第安少女 所以你看看这个 孟子啊 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人之有道也 宝石暖衣 易居而无教 这敬于禽兽 这个道啊 就是指规律 就人呢 总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这个宝石暖衣易居啊 就说他吃得饱 穿得暖 生活还很安逸 但是呢 他没有接受圣贤的教化 游手好闲的这种人啊 他会做出什么 禽兽之行啊 那么当他做出这种禽兽之行的时候啊 当然他的这个报应啊 也是很惨烈的 结果这个事情 被那个受害的人的家属知道了 其实呢 他们印第安人的家属啊 派出了几位勇士 这个标行大汉 就把这个白人男子啊 给抓了起来 绑架了 把他的上衣都给剥光 然后呢 两只手啊防绑起来 就拖到了沙漠里头 然后呢 在这个临走之前呢 有一位勇士啊 他还拿着刀 在他的胸膛啊 深深地割了一道口子 这个时候啊 那雪啊 就不断地往外冒 然后呢 这些人就走了 就剩下他 就剩下他被反绑在那里 啊 躺在这个沙漠里头 那么当时啊 这个沙漠又很干旱啊 日头很晒 他很快啊 就觉得脱水了 那么正在他很虚弱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 这个半空当中呢 有几只秃鹰啊 正在盘旋 大概是闻到这种血腥的味道 所以呢 他们都纷纷啊 降到地上来 然后呢 要上来啊 要着视他 结果他那时候想要尖叫 要把那些秃鹰给吓走 但是那个秃鹰也是很聪明的 他就发现呢 这个人已经没有抵抗能力 结果几只秃鹰就冲上来 就这样着视他 结果呢 他就是在这样子 极度的恐慌 极度的无奈当中啊 而死去 那么所以他这一生啊 对鸟的这种恐惧啊 就是来源于那个时候 对鸟的那种深深的恐慌 所以我们看到啊 他之所以有这么样的一种报应 就是因为他做出了邪淫的事情 古人讲的好啊 孝为百善之先啊 淫为妄恶之所 这个干出这些邪恶的行为啊 那他的这个因果报应啊 是非常常念 可以说啊 这个因果当中啊 有两个因果啊 真的不用等到来世 这一生就可以报了 一个就是孝 孝和不孝 你要是孝顺父母呢 你这一生你的儿女一定孝顺你 现世报 假如我们这生不孝父母的 那我们的儿女一定不孝顺我们 所以啊 这个报应啊 不用等到来世 第二个呢 就是邪淫 犯了邪淫呢 也不用等到来世 你看像这个白人男子 当场那世啊 干完这件事没多久 他就惨死了 他不仅惨死啊 而且这个死亡的恐惧 那种痛苦的印象啊 深深的烙在他的灵魂深处 一直到这一生啊 他不能做男的 做女的了 他都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心理的忧郁症 还在折磨他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 这个邪淫这个事情啊 所谓是天地难容啊 人神共怒 这个事情啊 真的不可以干 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啊 干这种勾当的 真的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泛滥 那么什么叫邪刑呢 什么叫邪淫呢 就是夫妻以外的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啊 都叫邪淫 那现在是太多了 这个不单止啊 现在人呢 没有受圣贤的教化 所以像孟子讲的 宝石暖衣义居啊 没有教啊 没有圣贤的教育 所以各个都 在这种污染的环境里 所以啊 禽兽之行啊 就泛滥了 那么再加上 这些社会上的污染 网路上的 这个电视里的节目啊 都是在鼓励 这些欲望的 所以啊 我们也应该大声的呼吁 真正啊 要了解啊 这个邪行的因果啊 非常惨烈啊 不可以啊 去造作 不过这个事情呢 说来是容易啊 要防住自己的 这个心呢 是很难的 在这里呢 我们有必要啊 就多谈几句 从这个案例当中呢 啊 明白这个因果啊 我们来谈谈 如何来防治 自己啊 重蹈这个 白人男子的负责 啊 所以呢 看看啊 我们如何啊 来借邪义 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呢 归纳为四个方面 啊 来下功夫 第一个方面呢 叫做学习圣贤 提高志趣 古人讲得好啊 孟子说的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啊 虽有不存烟者寡欲 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存烟寡欲 这里讲呢 就是说 人啊 学习圣贤 懂得修心养性 能够提升了 我们灵性的生命 因为我们都晓得 这个灵魂啊 是在不断的 轮回投胎啊 怎么样能提升 我们自己啊 那要修心养性 提升灵性啊 最好的是寡欲 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啊 降到最低点 所以孟子讲啊 当人欲望少的时候 这种人啊 他所谓的 虽有不存烟者寡欲 就说我们啊 原来有的这种善良的心性 刚才讲的 本性本善 这种本善啊 虽然 他有所减少 因为有习性啊 他就被污染了 像一个灰尘呢 给盖住了 我们看到他说 好像没有存在了 但是呢 他这个减少的 也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欲望低 所以呢 善良的心性啊 被盖付的比较少 那如果人多欲啊 他哪怕原来是有 这个善良的 本善本性 但是啊 他保存的也不多 寡乙就不多了 所以啊 古人讲啊 真正做人呢 就是要 学习圣贤 读书也好 做事也好 自在圣贤 不是自在 做什么大官 或者是发大财 那个对我们的灵性生命 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 真正呢 提升灵性 要学习做圣贤 而学习圣贤的功夫 从哪里开始呢 从寡欲开始 正是儒家大学之道 所讲的 要我们真正修身 其家 治果 平天下 从哪里做起呢 从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开始 这个格物 就是格除自己的物欲 让自己的欲望 淡 淡下来 这样子呢 能够恢复 比较能够恢复自己啊 原有的本性本善 假如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啊 可以说呢 外面的污染啊 就不太容易啊 你不太容易接受污染 你就有防疫的能力 那刚才这个白人男子啊 他就没有学这个圣教 没有学弟子规啊 没有学这些啊 我们的这些圣贤之道 所以呢 干出行 禽兽之行啊 那么第二条防线呢 所谓的非礼物事啊 非礼物动 这是孔子啊 这个这个 这个弟子言回啊 一生所受识的啊 四物啊 非礼物事啊 非礼物言 非礼物行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四物啊 这个四物啊 最重要的是非礼物事 那些污染的东西 黄色的色情的 我们不要去看 我们第一道防线呢 就是我们的眼睛 要把它防住 你看现在这些污染呢 特别多 尤其在我们香港 香港最严重的 就是这里尖沙嘴 那就要注意到非礼物事 这个看到那些不好的场面 不好的图画 不要去注目 赶紧呢 把心给收回来 弟子规上曾经讲过 非圣书物禀物事 这个壁聪明坏心智 因为他这些污染的东西啊 他会这个 让我们的心智啊 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啊 给蒙蔽少 不能够显发我们自信啊 本性本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啊 自己啊 时时刻刻啊 警觉 这样子就不太容易啊 受污染 那么非礼物动啊 也是啊 不好的地方啊 我们不要去 像那些色情场所啊 什么 ColorOK那些 污染啊 现在在中国大陆国内啊 有什么KTV娱乐场所啊 那些乱七八糟的很多东西啊 中小学生啊 去的真不少 这个就是污染 还包括中小学生去的那些什么赛马会啊 咱们楼下这个 赌博场所啊 都是勾引人的欲 贪欲 都是不好的园 第三个方法 修不静观 这个属于啊 第三道防线啊 就是当前面的防线都可以崩溃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危在旦夕的时候啊 美色当前啊 你怎么样能够不乱的时候啊 那要平时要养这个不静观 这个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唐朝时代一位名相啊 一位很著名的宰相啊 叫敌人杰 他的一个例子 这敌人杰在年轻的时候啊 他是一位呢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这个可以说是学识啊 文章啊都很好 而且呢 才貌出众啊 这是这个很好的 很英俊 潇洒的一位青年 那么有一次呢 他就要准备上京赶好 就在路上啊 寄居在一个客栈里头 那么那个客栈的 这个女主人啊 是刚刚这个 他的先生过世 是一位新寡 也是比较年轻貌美 那么当他看到敌人杰 一个人来投诉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这种爱慕之心 完了那天晚上呢 这位少妇啊 就来到了敌人杰的 这个房间啊 敲门 就开门一看呢 哎呀 这是个女主人 怎么深更半夜来访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少妇啊 就向敌人杰表达了 他自己的这种爱慕之心 敌人杰这时候一愣 就赶紧啊 静下心来 然后呢 就跟他讲 他说啊 我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就是过去啊 有一个老和尚 曾经啊跟我讲过 他说啊 你这个人的命啊 主贵 将来会当大官的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点 要注意啊 女色 这个如果在这方面啊 失守了 那你的这个公民就不保了 就你这个因果啊 报应啊 就没有公民了 所以啊 古人都都相信呢 这个在色这一关啊 没有把守好的话呢 首先直接影响的是 他的公民富贵 这个特别是人的这个民节啊 这个特别是人的这个民节公民 那这时候敌人杰就请教老和尚了 他说啊 美色当前的时候啊 是很难控制自己的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防御呢 老和尚呢 就告诉他 说啊 我叫你一种啊 不静观 当一个美色当前的时候呢 你自己马上要提醒 对面来的这个美色啊 其实啊 他只是外面这一层皮 很漂亮 那皮里包的这个肉啊 这些血啊 其实都是浓臭不堪 你再想想 他现在呢 打扮的花枝招展 好像很漂亮 可是当一个他在大病当中 啊 假如他病入膏肓了 啊 面黄肌瘦 啊 总有这个时候啊 啊 他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个 这个面色是苍白的 头发是蓬松凌乱的 啊 这个 甚至啊 身体都会有一些臭味 啊 再想想他到临死的时候啊 啊 他这个 由于这个重病啊 啊 骨瘦如柴啊 啊 甚至啊 这些浓血啊 都在外流啊 啊 你闻都不想去闻了 啊 那么他死了以后啊 他那个 那个肉体啊 开始腐烂 开始发臭啊 啊 那些苍蝇啊 都吸引过来了 啊 还有那些 什么 那个 那个 蛆虫啊 啊 开始滋生了 从他的这个肉体里头啊 又咬了出来 爬了满身都是 啊 黑曲曲一片啊 你看着非常恶心 啊 当他的这个身体拿去外面 假如没有 没有这个 木地啊 啊 这个 只是扔在野外啊 啊 可能野狗啊 啊 会咬 咬掉一块 啊 他的皮肤啊 什么都凌落了 啊 当你看到这样的一幕幕的情景的时候 那个火热的那个感觉啊 就像一盆冷水浇头啊 就马上就静了下来了 啊 所以这种观照啊 一提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破玉 结果呢 这个敌人杰把这个故事啊 就讲给了 他的这个 就是对面来的这个少妇 啊 就告诉他说 刚才你出现的时候呢 啊 我也是差点失守啊 我赶紧提起观照 看你对面来的 就是一个骷髅啊 就是这样的心骚烂臭的东西 出现在面前啊 就像人的肉体 就像两 两头都开着口的一个臭皮囊 里头装满了粪便 啊 所以 所以说 两头封了口还好 两头才开着口 还直冒臭气啊 然后呢 敌人杰告诉他 你现在呢 也用这种方法来观察我 啊 你看看 我也是这个样子 啊 心骚烂臭了一大堆 啊 那你这个 将来啊 就能够啊 替你的丈夫守洁了 结果这个少妇啊 真的观想了一下之后 就拜倒在地 啊 感恩 这位敌人杰啊 对他的这种教会 不仅呢 保存了他的明洁 而且呢 还教导他 这个 这个 介遇的方法 那么后来呢 这个 这个少妇啊 真的 为自己的先生守洁 啊 后来还得到了 仇庭的表彰 那么敌人杰呢 后来上京赶考啊 就考了 就撞这个 这个基地了 结果后来也当了大官 做了武则天的宰相 成为当时的一代名相 啊 所以啊 我们看到这个敌人杰所用的方法 啊 怎么样子能够降服自己的那个 欲心呢 就是用不敬观 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啊 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果 啊 经常时时刻刻这样起起观照啊 这个功夫用久了呢 啊 就能够得利 啊 每次当前的时候啊 我自归然不动 啊 所以你看古人有一个皮囊歌啊 啊 他唱得好 我使尿曲与浓血聚 算来有声风流去 啊 有什么好风流呢 都是身体就是 两头张着口的一个臭皮囊 冒着浓血 啊 另外呢 一种方法是观空 啊 这个淫欲之心啊 就是因为呢 对面来的这个美色啊 啊 你把它看实在 这个欲念呢 你也把它看实在 而本来就是空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也是古人举过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香港 有一个听说 你听说了 有一个如花似玉的铭记 啊 在某某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房间里 正在等着你 啊 然后你的朋友告诉你说 我给我 今晚的钱我来包了 啊 你就去吧 那么你这个时候啊 啊 有人买单 他赶紧呢 这个兴致勃勃的就去了 啊 一路上啊 心急如焚 啊 结果呢 冲冲啊 这个坐地铁都来不及了 要打敌 一下子就冲到 啊 上了房 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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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以后啊 这个冲进去 打开门一看 看到里面 坐的这个 女性啊 原来是你的妹妹 那这时候你会什么样的感觉 你那个原来的那个浴火啊 一下子就变成 啊 气愤了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 你看那个欲念就没有了 就空掉了 所以啊 念头一转了 就是空嘛 那个欲哪有真实呢 啊 所以啊 如果你这个欲啊 念念的直到它真有 念念的在这个上头的时候 那它就起作用 当下把心一停啊 欲念一停的时候啊 那真的就没有 啊 更何况前面来的这个 这个美色 完全它也是啊 啊 一个空相 我们昨天就有提到啊 宇宙人生啊 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为心所现了 啊 为时所变了 啊 一切宇宙万物啊 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所现的 而这一念心 当体就是空了 那更何况说 这一念心所产生的这些色相呢 当然也是空了 所以你看这个 在《金刚经》里面啊 讲过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时时提起这个观照 没有真实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包括前面站的这个 啊 很美丽的色相啊 也是虚妄 那么这种功夫啊 也是要平时啊 去开始积累 平时 不管哪种方法 啊 你可以用一种 可以用两种 或者四种通通用 都可以 只要有效果 所以啊 真正功夫要平时去下功夫 古人讲啊 兵清御节的操守啊 都是这个 这个寒冰 这个 这个 啊 凌渊 从凌渊 吕伯处 修来的 为什么人可以修得成 顶天立地的好汉呢 那就是锦小甚微 啊 平时就是战战兢兢啊 如灵深渊 如礼薄冰 这样子而修来的 好 下来呢 给大家呢 再介绍啊 啊 这个美国 金武生医生的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 他对于一个团体 做的催眠的一个例子 当时在美国呢 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有一批这种所谓的催皮士 啊 催皮士是一些白人浪荡青年 啊 也是啊 一天到晚啊 啊 在家里也不孝父母 啊 在社会上扰乱之安 啊 无所事事 啊 喝酒闹事 这种人 那么这批催皮士呢 因为他们好奇 所以他们呢 也来呢 这个 请医生啊 给他做催眠 看看自己的前世 那么 结果呢 当他们催眠当中看到啊 原来这些催皮士啊 他们自己回忆起 前生 原来是美国的土著啊 印第安人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当时一些 这个美国早期的历史啊 可以说是一部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 把土著这些印第安人呢 斩尽杀绝 赶出了他们的领土 那么这些催皮士啊 他们看到呢 前生啊 就是被这些白人所杀害的印第安人 而且他们看到 那些前世杀害他们的白人 这一生啊 就是他们的父母 所以你们想想看 这些催皮士 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他要投胎到白人的家庭里 做你白人的儿女 来扰乱你白人的社会治安呢 这是冥冥宝子来 来报仇啊 来报怨来的 所以我们想想看 现在啊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防止恐怖主义的问题 恐怖分子好像越来越多了 这是哪来的恐怖分子啊 都是过去生中啊 所接下来的怨恨 这一生啊 他就来报怨来的 他就来制造恐怖来的 所以这种问题怎么样来解决 怎么样才能有效的防止恐怖 所以真的是 这个上个月啊 国家举办的 这个世界佛教论坛啊 他这个题目就讲得好 和谐世界 重新开始 包括现在防止恐怖主义 也要从心开始 从我们内心做起 内心里面 你还有对立 还有冲突 还要想着说 他是恐怖分子 我就要去镇压 去要打他 杀他 有这样的一种念头 就是对立 就是冲突 怎么能够有效的防止 恐怖主义呢 不可能 这个恐怖分子 这是用怨恨 往往都是前世 接下来怨恨 这一世啊 就得化解 怎么样化解呢 用我们的爱心去化解 把那个怨啊 用我们的爱心去融化它 他对我们再恐怖再不好 我们还是对他好 能够忍耐 能够宽容 能够牺牲奉献 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 支持恐怖主义 那么再看看 现在这个社会上啊 微观的社会结构 家庭 这里面也有很多难题 你看看这个父子不和的问题 父母跟儿女啊 之间啊 很多都像仇人一样 儿女长大了 害父母都有 杀父母都有 现在新闻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天天报纸都有 差不多都讲 哪里说儿女杀害父母的 像有个儿子 他要这个 把他自己的父母给的杀了 为了是骗取啊 父母的人寿保险金 拿这个人寿保险金做什么呢 买一部手机 这些事情竟然都做出来 所以可见得啊 啊 这个儿女来的都是来抱怨 来报仇 那我们知道这个前生的因果啊 那怎么样化解呢 啊 这个方法啊 很深 啊 我们这些东方的 这些啊 传统的这个文化 哲学里头啊 就有深深的这个启迪 那么今天的关 这个时间关系啊 我们就不能还没有能讲完 啊 从明天开始啊 我们来细细的说一说 啊 如何啊 来转化前生的这种怨恨 好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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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